有一次他準備要按喇叭的時候 有一台車就是要超車 然後沒有打方向燈 我就直接按窗子下來說 我就怕他 然後我就說 到底又在開車啊什麼什麼 他就馬上把窗子搖起來說 那沒關係 我跟你講這樣真的還好 我們趕快開走 不要小心被人家打 我們趕快走 我就說你不要這樣 我下去跟他吵架 然後我就要開車門 我跟你講 這招是真的有用 真的有用 真的有用 而且我演很用力 我跟你講他們真的受不了你這樣 他們會想保護你 他再也不按喇叭 可是為什麼他們自己 都可以亂罵人 然後我們要罵人 沒有 你不懂 你不懂 為什麼 有一些狀況一定要有人生氣 才會有效率對不對 對 真的是這樣子 等一下我生氣對方也不知道 不是 我跟你講 你女生這樣生氣 其實你下去也沒人會理你 因為他們一看就是女生 可是男生不一樣 那為什麼你們沒事 就要一直按喇叭 我那一刻我吵完架之後 他也沒按喇叭 我們也就過了 不過你這個是演得有點用力 我們那種就不是了 我們那種有一種演法式 比如說那個男生才剛超車過去 李先生張開嘴要罵人的時候 我就說 等一下 這種事不給你來 你是偶像明星 我來就好 你那個演得很用力 好過分 長在那邊 害你馬屁啊 沒有 然後他就笑啦 你就算了 他就OK啊 可是我真的想問男生 如果真的有衝突 你們真的會下車跟人家幹狗嗎 還是你們只是罵一罵而已 然後真的如果有人下車 你們會害怕 其實說真的看狀況 現在有一種這樣 我跟你講 你要像學白雲那個樣子 他裝了一個喇叭 在他那個車頭的前面 對 他人可以不用下去 他可以直接這樣 他會直接 車子裡面就有這樣 啊 槍殺手 小朋友這樣子 他就把自己當公車司機就對了 對 所以他會用這樣的方式 你知道嗎 可是你們為什麼一定要罵人 之後才舒服啊 我們其實我們修為是滿好的 對不對 我們平常開車是不會這個樣子的 哪有你們貨到方向盤 就變了另外一個人 真的 我們通常就是很溫柔的講話 對不對 像我就是一個很溫柔 一個非常好的男生 我快脫了 出去 我這樣子講好了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那她偶爾會來我家住 那她有一個習慣 就是每天早上 她要吃了一個蘋果 然後喝牛奶 我不知道這是健康的 或是台灣女生喜歡這樣子 或是只有這個人 然後她就說 好啊 那因為我知道她喜歡這樣子 所以她每一次來我家 我會先準備一些蘋果 放在家裡 然後一些牛奶 我本身也沒有喝牛奶 這算是一個好男人對不對 是 不錯 但是幫她準備 好 那有一次她要來我家住 那她就說我要來 然後我已經想好 我今天下班應該要買一些蘋果 然後一些牛奶放在家裡 很體貼 很體貼對不對 好男人對不對 對啊 下班回家忘記買 好 好 她也沒有提醒我 那是她自己的問題對不對 然後就早上起來 她說 欸 欸 你昨天 有 沒有 你為什麼沒有蘋果 然後說 喔 我忘記買 不好意思 然後她說 好啊 好 沒關係 然後她能開始準備 要出門了 大概十分鐘後 你真的沒有買 你為什麼忘記買 然後她說 我真的忘記 昨天太忙了 這樣子 威靖講話很溫柔對不對 我知道 我沒有買是我的錯 但是你也可以買 然後她都一直 就是越來越生氣 我然後就說 你自己聽好 如果你真的想要吃蘋果 你可以自己去買啊 對不對 我已經幫你準備了好幾次 我已經你買了牛奶好幾次 又那麼餓嗎 你也可以自己跑去 早餐店買啊 對啊 而且肚力看起來 就是不喜歡喝牛奶 露碩宴比較喜歡喝 牛奶是不是 沒有 巧克力牛奶可以啦 沒有 沒有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這個本來就是 我很溫柔的跟她講 不好意思 沒有 她問你第一次的時候 你就應該趕快下去買了 就不會有後面這些事 對 你瘋狂了嗎 怎麼會呢 問你第一次是好不好會嗎 她想要吃 她可以帶點蘋果 她家也有蘋果啊 她已經給你一個緩衝時間了 你記得買嗎 不記得 那你現在應該下去了 對 而且你之前都買 為什麼那天沒有買 你都被人家睡了 你居然不買蘋果 什麼事情都被人家聽過 我已經在撒嬌暗示 你說你怎麼沒有買 那你平常都有買 今天怎麼不一樣 是不是不愛我 就不能說沒有買 結果沒有買我就在那邊 然後可能會第二次 第三次 所以妳的意思是 她原來就不要幫她買牛奶蘋果 她會有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等一下… 通常這個例子都是發生在 女生幫男生買 所以現在男生 可以體會到女生的心情了嗎 偶爾忘記買是沒有關係 因為你們都會這麼不爽 不是 我跟你講 你每天 比如說你每天都做這個事情 突然有一天沒做 對方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都沒有做 對啊 好像我們 我們是幫忙做的好不好 你的意思是說你每天 你每天倒垃圾 然後你有一天沒做 你老婆會生氣 都是幫忙 垃圾都是他一個人 是該氣 因為現在最近天氣熱 垃圾沒有到的話 可能會臭臭喔好不好 浩如呢 男生常常會那種等一下的速度 我真的很想在旁邊 用管教我兒子的方式 數到10 1 2 3 是這樣數 看他什麼時候去給我做 上禮拜六呢 我跟我老公也是早上起床 我帶兩個小孩子 然後我就看我老公一個人在廚房 在那邊自己烤大蒜麵包 看…在那邊泡咖啡 然後呢我背著我八個月大的妹妹 然後要下樓去幫我兒子買早餐 我就看到他在廚房 弄他自己的那一份早餐 我就問他一句說 你只有弄一份喔 然後他就在泡咖啡 他就回頭看我說 你要的話你就直接講就好啦 對啊 講話用什麼疑問句 然後我就說 我沒有用疑問句的意思 我只是說你只弄一份 還是說你待會這份弄完 你下一份會弄我的 他就說 要就直接講就好啦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啦我只是確定一下 好我就帶妹妹下去買早餐了 因為我兒子他會指定說他想要吃肉鬆麵包跟鮪魚的蛋餅什麼 所以我下去把兩個小孩的早餐備好 上來的時候我老公已經在喝他的咖啡 坐在餐桌上 自己獨享他的大蒜麵包 我看了一下然後找了一下 還是只有一杯咖啡跟一條大蒜麵包 我想說我剛剛有聽出來是我自己在做夢嗎 我還想說他會不會幫我泡好了 冰在冰箱裡面 我還特別走到冰箱去開了看 登登 沒有 然後看了一下烤箱有沒有大蒜麵包 登登 沒有 就是他自己在吃的那一份 浩如剛剛那樣講 你們聽起來 他是有跟你點餐的那一份早餐的請舉薦 聽起來就一把握 因為他的第一句話 就很痠 對 那為什麼不做兩份 你覺得他有在點餐的早餐的請舉薦 沒有的請舉薦 為什麼不做兩份 為什麼 來 景敏哉跟阿修聽得懂嗎 你覺得你有聽得懂 他要跟你要早餐嗎 你看 你們這些人很奇怪 但是我們都不用吃了 不是很奇怪嗎 你要真的是你好好講 你不要那麼酸的方式 你的態度不對 你明明就態度不對 等一下 我要聽 你是真的真心不知道 他要那份早餐 還是因為你聽了那句話 買送 所以不做那份早餐 我跟你講 都有 都有 本來就是 我再請問一下 那外國的女生 如果他要請你幫他做早餐 他會直接明講說 如果你在做早餐 你可以幫我做一份嗎 會 當然 都是嗎 當然 印度也是這樣子嗎 阿修 女人都是一樣 哪裡都一樣 哪裡都一樣 沒有 可是重點不是說 他們我們要說 你要幫我做一份 重點是他面前 就應該擺兩個杯 對 烤兩條麵包進去 對 你說 沒有 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的 好不好 沒有 你看 對 你看 因為我都會問我老公說 我現在要泡咖啡了 你要泡咖啡嗎 來 聽 我懂了 浩如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他 他在泡咖啡的時候 他就會問他老公說 我在泡咖啡你要不要 對 但是他老公沒有做同樣的事 對 但是他是不是先起床 你還在睡覺 對 對 所以他很貼心 他不想把你吵醒 對 他覺得 你起來 你肚子餓 你會自己跟他講 少霞 但是他已經走出來了 他已經準備出門了 他走出來了 如果我看到你走出來 我就會問你 我現在在泡咖啡你要不要 你是不是有嘴巴 你是不是可以講話 不要 不要 兩遍 好 那我再請問你 如果今天反過來 是你的女朋友在泡咖啡 他沒有問你 你會怎麼樣 我覺得 如果我要喝 我就說寶貝 妳可以幫我做一杯嗎 不要 我們會自己想 回來吧 不要自取其辱了好不好 我覺得你們男生都這樣 就是黑的說成白的 我跟你講 以後對付這種人 就是你過去把他的大蒜麵包 跟咖啡都喝掉 好了 我想要問七位男生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女生的態度硬起來 你們就會照女生的意思去做 會的請舉圈 不會的請舉叉 肚力有這麼硬 沒有 我不是說 我完全不會 但是不可能是 因為有時候我要找自己的方式去做 像我前女朋友 我們是一起住對不對 那房租是 通通都是我在付的 就是用回款的那個方式 那 但是我每次付 可能是付三個月的那一種 一次付三個月 我覺得每個月去付就是有點麻煩 那房東也會很開心 然後他也會提醒我 就是 可能是今天房租到了 他會說 今天房租到了 要準備付房租 然後我就OK OK 但是剛好我哪一次在上班 女朋友說 房東打電話說 今天要付房租啊 你可以幫我付嗎 我說 好啊好啊 看一下今天沒有空 不然就明天好了 有那麼敢嗎 房東也不會生氣 然後就說 好 後來就收到一個兼訊 你要記得下班去付房租啊 然後我想說 有那麼擠嗎 後來有打了電話一次 你到底有沒有去付房租 然後說 我現在在上班 我要怎麼去付房租